他们长长的爪子有助于折断猎物的脊椎和压碎头骨 传闻非洲灌雕连人类也曾捕捉过 在一个案例中 一名七岁的孩子在上学的路上被灌雕袭击了 在许多欧美的恐怖电影中 都喜欢用乌鸦来代表恐怖的场景 但潜伏在世界各大洲和偏远岛屿上的鸟类 才是最令人毛骨悚然和不安的生物 在古代宗教本文中 这些鸟类被定义为不洁净的鸟类 而它们也是许多民间传说和自然宗教的恶魔 吸血、刺杀、石狮是这些物种的特征 大家好,我是阿温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数个阴森的嗜血鸟类 非洲的中南部和东部 是一种巨型猛禽的家园 这种猛禽有可能是一种食人动物 灌雕是地球上最大的猛禽之一 它以猴子作为其食物的主要部分 作为非洲最强大的鹰 它能够杀死重达20公斤的动物 大概是自己体重4到6倍的猎物 它们长长的爪子 有助于折断猎物的脊椎和压碎头骨 传闻非洲灌雕连人类也曾捕捉过 在一个案例中 一名7岁的孩子在上学的路上被灌雕袭击了 最后多亏了旁人的干扰 才将孩子从灌雕的手中解救出来 另一个案例是 1924年在非洲的一个山洞里 发现了一个非洲南方骨猿的头骨 它属于一个3岁的孩子 根据发现它们的洞穴 它被称为汤恩宝宝 而在它的头骨眼波周围 显示出独特的斑纹 与一只非洲灌雕 在玻璃猎物肉体的过程中 留下的斑纹非常相似 所以这有力地证明了 这个南方骨猿是被灌雕杀死的 羚羊也是这种超级猛禽的 另一个青睐的食物来源 但很不幸的是 由于7C地的丧失 这种猛禽已经大量减少了 如今它们甚至出现在南非的城市中 虽然它们对人类的攻击是罕见的 但如果你没有机会到南非旅行 还是要注意一下哦 你有可能会不相信 地球上最后一块净土 竟然出现那么血腥的大鸟 南方大海燕 绝对是水鸟群体中最可怕和黑暗的阴影 它们重达8公斤 一盏两米 以多个企鹅物种为食 也会吃海豹和鲸鱼的腐肉 钩状的嘴形 能轻松地撕开动物的皮囊 南方大海燕 看起来就像一只巨大妖魔化的信天翁 虽然它们都是机会主义者 几乎吃任何它们能吞进肚子里的猎物 但如果能吃活的 为什么还要吃腐肉呢 更何况它们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天敌 加上食肉的本性 很多生物根本自动变成它的猎物 这种血腥的鸟类没有猛禽的适应能力 但为了像老鹰一样生活 所以它们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粗暴和野蛮的屠杀 它们的狩猎方式也是很有效率的 它们会直接抓住企鹅的后颈 然后将它淹死 看着那么多奇而无辜的模样还是挺伤心的 但是没办法 自然界就是这样 但要说最恐怖的 我觉得还是它们的吃相 我甚至愿意称它们为南极猎狗 因为它们吃起猎物来满嘴脸的鲜血 这阴生的吃相真是让人销魂啊 在南极每天都在上演这样惨烈的场面 我相信南方大海燕的存在肯定是南极动物的噩梦 南方大海燕的灰长得有些奇怪 因为它们的灰是独特的 是由七到九个角质板组成 在它们的笔墙上方有一个沿线 这有助于从它们的血液中去除缘分 当它们吸收了大量的海水时 这个线体就从鼻孔排出浓缩的盐溶液 非洲突罐是所有活着的鸟类中真正最可怕的 这种巨大的生物是地球上最大的罐之一 身高可达1.5米 一盏能超过3米 它们光秃秃的头部和颈部都没有毛 经常沾有血迹 而且它们的汇也很大 长达14英寸 非洲突罐因其外观和进食习惯而被称为送葬鸟 当它们将捕食者从猎物身边赶走时 会发出可怕的咆哮声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非洲突罐是食服动物 但我毫不夸张地告诉你们 它们什么都吃 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猎物 尤其是其他鸟类的雏鸟 是它们的最爱 它们甚至还会到垃圾填埋场 吃人类的垃圾 从鞋子到金属工业零件的所有东西 它们也一样吞下 非洲突罐并不是友好的鸟类 它们只是习惯了与人类共存 当受到威胁的时候 非洲突罐也可以变得相当具有攻击性 在炎热的非洲沙漠里 非洲突罐有一种独特的降温方式 就是它们拉死在自己的腿上 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很恶心 但是这个做法是很有效的 白罐、突鹫和其他鸟类都有这种做法 因为粪便中的液体成分会引发蒸发冷却 有助于调节内部体温 换句话说 便便使它们保持凉爽 白蹄湖在欧亚大陆的海岸流荡 用鱼和其他生物填满了它们巨大的灰 每天清晨 白蹄湖离开栖息地去觅食 并有可能飞越一百多公里去寻找食物 有一段时间 每个人都认为 蹄湖只是鱼类而已 当人们在公园看见 它们用巨大的灰捕捉一只活鸽子 然后把鸽子活活吞下 科学界就不得不重新评估 蹄湖确实会吃鸟类 因为没有多少鸟类 是能够轻松吞下一整只鸟的 然而 白蹄湖吞下整个猎物的能力 几乎是没有限制的 而令人惊讶的是 越大只的动物 越有可能成为它们的目标 即使是成年的海鸥和幼小的鲁齿 也曾被蹄湖淹死 然后吞下 当白蹄湖处于压力或饥饿状态时 这种情况也会更加频繁 与其说它们饥饿 不如说它们是太过贪吃了 看到任何动物都喜欢用大嘴去夹一夹 鸟类、牛羊、狗 都有可能是它们的目标 即使是遇到长颈鹿 也会嘴欠地想要将它吃掉 甚至连人类也不放过 因为这种贪吃的本领 还被许多人戏称为 动物界的广东人 蛇蹄被许多人称为蛇鸟 当它们从沼泽深处浮出水面时 只能看到它们的脖子和剃刀般锋利的灰 在飞行中 蛇蹄看起来像一个飞翔的十字架 翅膀平坦地伸出 脖子和尾巴伸直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这些奇怪的水鸟浑身漆黑 会发出怪异的咆哮声 并且能无声无息地潜入水中 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为了帮助潜水 这种鸟的羽毛并不是完全防水的 所以经常可以看到这些鸟儿 在树枝或圆木上伸出翅膀晾干 这种生物与其令人不安的外表和神秘的习性 引发了许多迷信和民间传说 蛇蹄被视为基督教的象征 因为它们展开翅膀的姿势 被比作十字架的形状 十字架是所有基督教土腾中最神圣的象征 所以蛇蹄被视为信仰、牺牲、宽恕 虽然蛇蹄的蛇行颈部与魔鬼有关 不过大多数基督徒认为 宇宙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 这也反映了他的爱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